蓝羊羊不愧是顶级大吃货 就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吃的 他信奉的是吃饭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这天村长给大家安排了体验和注射疫苗 先测了体温 大家嘴巴里都含着体温在一旁静静的等待 蓝羊羊却问村长有没有冰淇淋口味的体温计 村长从未听过如此无礼的要求 他强忍着怒火问蓝羊羊 你还想要什么口味 蓝羊羊竟然真的认真思考回答 青草蛋糕味草莓甜甜圈都可以 村长当时就怒气爆发 想啥呢就知道吃 蓝羊羊真是顶级吃货 只要能吃的都会被他吃光 路边的花开的鲜艳 蓝羊羊也要采来尝一尝味道 村长每次出门都会特意叮嘱蓝羊羊 让他不要进实验室捣乱 蓝羊羊每次都是左耳机右耳出 一转身就偷偷去了 蓝羊羊吃了一颗像蛋一样的东西 还会发出声音 蓝羊羊看了一下说明书 顿时心都凉了半截 原来这是个定时炸弹 蓝羊羊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依然没将炸弹搞出来 蓝羊羊担心连累朋友 自己找了个地方哭着吃了最后一顿 结果被灰太郎给抓了 得知了蓝羊羊被抓的消息 小羊们都取了狼宝 既然就不出蓝羊羊 干脆就同归于尽吧 灰太郎之前一直都不以为然 看到这一幕后 灰太郎才相信炸弹是真的 吓得他带着妻子就跑了 没想到这只是一个闹钟 蓝羊羊的小命是保住了 不过作为顶级吃货 他没有啥是不敢吃的 蓝羊羊也真的吃下过一个炸弹面包 那是灰太郎偷偷在面包里放的 但是一直都没爆炸 灰太郎正想去查看时 却听到一整爆炸声 原来蛋糕被蓝羊羊偷吃 这一爆炸将他炸晕了过去 蓝羊羊对美食有一种极致的追求 还认识了一位叫小绿的网友 他们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美食 蓝羊羊还研究出了紫菜榴莲饼 光是闻到味道就让大家很嫌弃 这根本就是生化武器 后来蓝羊羊与小绿一起品尝 味道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难吃 蓝羊羊自己都吃到流泪 不过作为顶级吃货 蓝羊羊巅峰时期就是拥有铲子的时候 可以将任何食物变成美食 不管谁吃到都会很高兴 捞出幸福的表情 如果他早点获得铲子 或许体型会变得更圆润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